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徐富凯除了演唱今天曲目之外 他还请来了Hibby 田富珍当嘉宾 台语不好的田富珍虽然为此苦练台语歌 但是当他一开口聊天就破功了 这破台语逗乐了全场观众 穿着一身烟红色定制服 从三层楼高材缓缓降下 新科金曲台语歌王徐富凯帅系出场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徐富凯 出道十年 今天最帅 首先我要很谢谢大家陪着我 然后对我不离不弃 没有退票 陪我来到小巨蛋 陪着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虽然很熟悉 但是因为今天是自己的主场 所以有你们陪伴 特别踏实 特别温暖 再次谢谢你们 谢谢 原定2021年年初就要开唱 因疫情影响二度海咖 好不容易盼到年底疫情趋缓 才终于能站上小巨蛋舞台 举办个人演唱会 圆了自己出道十年的梦 很多人都说 哇 徐富凯 你今年开三次小巨蛋的演唱会 没有啦 今天你是第一次了 对吧 我也希望说你有机会 看能不能一年跟二姐一樣 還一家是另外一年 前幾天吧 我也駐守在小巨蛋好幾天 然後也睡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圖片 那個是我自己建功的畫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建案 不是錯對不對 啊對 這是我的帳篷 我就住在這邊住好幾天 對演出要求完美的她 卻在開唱前一天總彩時 一度因喉嚨不舒服到醫院打消炎針 這個小插曲讓她相當自責 但幸好恢復狀況良好 演唱會順利進行 當表演來到嘉賓橋段 為了幫忙 身为许富凯铁粉的 甜妈妈追星 一笔田富珍 这回追到了小巨蛋舞台上 再让你们最热情 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们 田富珍 一笔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田富珍 很好笑吗 很可爱的 大家好 我是田富珍 为了合唱苦练台语的田富珍 一开口自我介绍就破功 逗乐了全场观众 我今天要来做台的演唱 我还想要致歉 就是我妈是追星界的人生胜利组 因为她女儿不小心是田富珍 她就因此可能有一些 机会可以比较接近她的偶像 台富珍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是田家的一份子一样 你妈说 你比我家的孩子还像我家的孩子 我不是你的新冠宝贵吗妈妈 不好意思 我以为我是 江熊明珠 江熊明珠 而过去田富珍 曾把妈妈制作曲富凯LED应援灯牌 这一次许富凯也准备了回礼 我希望就是之后你开演唱会 我到场我一定要拿这个灯牌 可是你知道啊 我真的是 我妈妈那个富凯的灯牌 真的是我上网帮她订购帮她做的 然后我因此知道这个灯牌啊 LED一颗一颗是这样算钱的 所以你这个比较便宜吗 没有啦 我亏到我敬田 不是不是 这个比划太少了 这个比较便宜 我负贞还在做 我负贞我就赚到了 因为我负贞拉招比划比较多 因为那个来不及赶光 他先给我填这样子 好 那我之后演唱会希望可以凑齐负贞 我会凑齐 我负贞拉招比较多 拥有许多婆妈粉丝的许富凯 总是给人凌家男孩的形象 出生自高雄传统家庭的他 从小爱唱歌 并在爸妈的栽培下 增长无数歌唱比赛 也曾在舞厅铸唱一年 24岁时 以歌唱选秀节目冠军身份 正式出道 他努力在台语乐坛打拼 曾七度入围金曲台语歌王 陪绑了六次 终于在2021 他34岁这一年 如愿抱回讲座 徐富凯不只是一个爱唱 且会上台语歌的年轻人 他还把推广台语歌当作许命 要用那深情又充满渲染力的歌声 让更多人认识台语歌的美与情怀 我追你小小的温暖的你就会 你你呀呀 你你得就会 只会爱你的代表 爱你兴生兴生 你是我最爱的 我会 谢谢小区在里面所有的宝贝 谢谢你们 谢谢 最需要带您来看那个五月天 相隔了近五年 他们再度回到高雄开演唱会 而且是陪五名们 要一起度过圣诞节跟跨年夜 而且这回呢 为了宠粉丝 特别是砸大钱 花了五千万 打造的是呢 线上的这个演唱会 而且特别还找来了 周董合提 今天呢是圣诞节 圣诞节呢是不是 都要准备礼物给大家 礼物呢 好惨 跟圣诞节这天花钱进来 还要准备礼物 对啊 当然要送礼物啊 当然要让我们开心啊 花钱然后还要让我们开心 大家没有看那个滑灯厨上吗 都是一句花钱让人家开心的吗 姓妈妈 主唱大人瞬间摇身姓妈妈 笑翻全场 好久不见的五月天垃圾画 又回来了 欢迎大家来到五月天 好好好想见到你 今天在高雄见到你们了 昨天我们还有在现场这边 现在彩排 结果开心过了头 没睡好 刚刚呢 一下台 马上补了一瓶险金 惯又喝险金 对 晚上想要干嘛 睡觉 不是晚上啦 是现在想干嘛 现在就想干嘛 没有啦 今天 五月天就会把你们现场 五万人的体力用完 好不好 距离上回台南开唱 一等九个月 五月天终于在前进高雄 这也是继2017年 人生无限公司巡回演唱会后 历经1740天 再次回归港都 我在高雄出生的 然后在高雄念小学 我们来看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那个高雄 马莎的校友的 不要再乱举手了 鬼缸的你们 五月天的歌 一任选一首 黑色幽默不是我们的 那就黄色幽默了 黄色幽默的话是我们 没错啦 因为你所以我也 透过全新视讯 记录大家生活片段 怪兽跟和歌迷 分享当爸爸的喜悦 抱着女儿相吃而笑的画面 让现场瞬间被幸福感包围 阿信还抢拿号码牌 校售要搭讪小公主 关照小朋友来 对 那我今天一到 一到现场 我到休息室 我就想说 好 我要成为 他这辈子第一次跟他搭讪的男人 对 那我们今天送他一首歌 我告诉他这个 米老鼠 跨年演唱会最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绝对不能少 等一下 瑪莎好像有什么 你要帮我拿吗 谢谢 主唱帮我拿贝斯 跨年最重要的东西 我已经看到了 我不用先说 我不用说明 不止语歌迷共度圣诞节 五月天也第十年陪五迷跨年 还直接把最爱 贤酥鸡搬上台 但大伙你一口我一口 主唱大人却生气气了 为什么要吃一口就收走 而且我还没吃 我一手拿麦克风 一手拿贝斯 我 我们也算是 新的一年的象征 三 二 一 新年快乐 在今天的时候 不在乎谁能当 虽然只有四万名幸运儿 能在现场一起倒数 但五月天透过线上重粉 耗时四个月砸下五千万 高规制作一小时 线上特别版跨年演唱会 揪全球舞迷一起投欢 开场就搭直升机 帅气进场 开出动挖土机 游艇将高雄港区爱河湾的美景一览无遗 许多歌也都重新改编 天王级嘉宾更是大彩蛋 2021年的第一天 周杰伦就是五月天的演唱会嘉宾 在2021年最后一刻 周五再度合体 以让周杰伦笑称自己是吉祥物 新年新愿望 就是跟五月天呢 合作一首叫做 Friday 周五 你的生日愿望 但我好像踩到陷阱 因为我想说杰伦哥 就是除了作曲之外 连作词也会包办 我只要唱就好了 不可能 因为范文山你要等他写词 可能要等到后年了 我们阿信不遑多浪你知道吗 新年新愿大家期待一下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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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跟马莎集长 擁抱怪兽 冠佑巨星般登场 阿信也赶紧帮忙嘉宾 张罗歌丹 欢迎这个冠佑 带来这首 吴云良品的掌心 有兄弟间的垃圾画多了粉丝 也有温暖歌声抚慰人心 五月天登高一呼 好好好想见到你 高雄四场集结十六万人 还有线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 在充满不安与变动的2021 伴着大家一起勇敢跨境2022 有高人气的网路节目 木耀四超完 主持群们一连两天在北流开唱 虽然歌唱其实不是他们的强项 可是他们还是拿出诚意 卖力演出 同时还请来了仔仔周渔民 丹亚伦两位大咖嘉宾助阵 让粉丝笑张惊喜 丹亚伦们站上北流舞台开唱 真的就这样子开始了 就开始了 这种满坑满骨做得满满的观众 大家好 由台志源KID林博生领军 陆续加入了温妮 羊羊 谢坤达 与阿布玛丽亚 这六大金刚 凭着各剧特色的主持风格 与原创节目内容 掳获粉丝的心 自2015年3月开播以来 除了是台湾第一个频道 订阅数破百万的 网路实际综艺节目外 至今订阅人数更已突破219万 超强魅力 让粉丝心甘情愿 花大把钞票 竞标 VIP座位 VIP座位 VIP座位好不好 好贵啊 好贵 人家在看演唱会 你们在那边泡脚 是什么意思 对 脚底按摩 这是11万换来的 但毕竟是演唱会 为了让粉丝惊艳 特别找来六组歌手跨界合作 替每一位主持人创作歌曲 也出前认真特训 不好意思啦 今天你买完城刷牙 有跟你说 今度生 你担心 我都总有听到 快要全中了 那不就是都没有中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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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忠实观众 会不会有一天 世界真的能倒退 退回你的我的 回不去的永远的许愿 魁瑞十一年再度登上演唱会舞台的 仔仔勾芸笔 就是资深的木耀粉 你们都没有去台下玩吗 这个一定要下去的 这个位置没有 来来来 玩心大发的他 带着主持群绕场一圈 回到舞台后画匣子全开了 大家都是明星 为什么有种我们好像danser 然后跟着他一起讲 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年轻人的场子 你看不能再唱一些老歌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不介意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陪你 有让过家日 比方说我们 业界只有牵合 最牵合版权的位置 而且如果你的手刚好有空 可以这样子再画过来 再画回来 然后回来 特好在肩膀上这样子 对 一二三 陪你去看游戏 我在这地球上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不只有F4的沉迷曲 同样以男团身份出道的坑达 也被点割 你现在只要放手 跳下去 来 音风往下走 我马上扫长腿 都跟你说了 放手 不要再听你的借口 快点快要走 不要 老人不借 我精神上线 一连开唱两天的木耀演唱会 除了首日起来戏剧男神 终于名外 第二场的嘉宾更是全方位 借我们的首 有有有有有 我们欢迎颜亚伦 颜亚伦 一瞬间 很小心的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可以重来吗 你要不是重来 有了 重来 等一下 一个太嗨 不小心没跟上拍子 让颜亚伦尴尬的 喊着要重来 由于阿布玛利亚 非常喜欢约亚伦 演唱会上 也替他安排了 告白情境剧的 谋福利桥段 没想到其他主持人 都抢着示范 干嘛 水妹 还有吗 还好 还好 你怎么那么容易受惊啊 水妹 这什么事吗 不能抽烟 这也是笑话 对不起 水妹 你不喜欢抽烟的 我马上问你借 但是我就是借不掉你 是不是有意思 你也抽吧 早说吧 早说 水妹 我真的想要 等一下 水妹好接近 水妹好接近 我要等他 带你 带你 想到山下火海 带你 再来 一起穿过 一起崩坏 一起合赛 也怪我 才不是好歹 那是我们的 Festime 每天都有 未知的精彩 Fighting 成军六中年的 木耀四超玩 总是不断尝试新挑战 尽管歌唱并非他们每个人的强项 但仍拿出最大的诚意 将欢乐带给粉丝 小吗 kau sex 我们只是需要带您来听的演唱会是金曲歌后魏如轩 那么他睽違了四年多 再次攻淡 尽管因为疫情 让演唱会一度延起 不还也利用这段时间 将节目修改升级 还砸下2000万 打造变形金刚舞台 自豪地表示 这是他有史以来 最棒的舞台演出 水钻面纱搭配胸前 放大版的蝴蝶结 充满个性美 三度公淡的温如轩 还穿上精品品牌 首次与演唱会合作 出界的黑色礼服 在历经怀孕身子 拿下金曲歌后 以及疫情延烧 让原季7月开跑的演唱会 延至12月登场之后 温如轩历时四年半 终于再站上小巨蛋舞台 他也利用这段期间 将节目修改升级 还打下2000万 打造变形金刚舞台 依序转出四面不同设计 也代表演唱会四个篇章 这次呢 是我有史以来 最棒的一次舞台 超热热的 而且这个舞台也是最贵的哦 你知道这个舞台会转的对 所以你知道 就是导演说 然后下面就有10个人这样 50个对不起 你们相信吗 对因为我是说骗的 是不是你刚才有 只有两秒的相信 开场在两层楼的高台弹琴 也充满气势 只是温如轩却自爆 其实不小心弹错了 自己还忍不住偷偷笑场 刚刚开始想 真的刚刚起来 他在什么东西 歪到一个关系 弹错一个之后就这样 啊 完了 然后就这样 啊 怎么办 哇 烂掉了 然后想说要重来吗 怎么可以 算了啦 随便 就这样 然后我就笑了 然后听到有一些人在笑 然后说不能笑 不能笑啊 好烦哦 刚刚 所以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演唱会叫什么名字 爱你 因为没有 没有每一天都很nice 就是 温如轩也笑说 上次公蛋 自己才52公斤 现在已经不想说数字 但还好 不管身材怎么变 歌迷都很捧场 不管我多胖 你们怎么会说 很瘦啊 其实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减肥真的是太难了 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 那个体重 他说堵动就是不动 你不吃他 爷爷就不会动 后来我就成为了一个不良少女 我再也不良体重了 比如说每天都活在那个啊 你们的网宴里面 然后拍照我都很爱用滤镜 什么原相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我就是要滤镜啊 我跟你讲 刚刚那个车一车的去靠我痕镜 尤其是坐在第一台网上拍的那个 滤镜给我用起来 可爱的真信型 笑翻全场粉丝 当新生代饶舌团体影子计划登场 合唱我的菜 聊个天又差点歪楼 我 fulfillment 我看到在银尼 So now Let me try You're my time You're my time 那時候專輯做我很趕 我說你們有空嗎 你們寫歌很快嗎 男生不能說快 啊 又來了 又彎掉了 我可以控制了 可以控制了 好 真厲害 很久很久 多學期 很多很多次 對不起 我只想牽著你 走到很多人的夢裡 像夢霧 好夢霧 你就是一個秘密 經典抒情歌當然不能少 魏如萱的獨特嗓音 總能立刻撫慰歌迷 但當來到香格里拉 全場驚喜亮起手機燈海 已讓娃娃相當感動 一度淚濕眼眶 身為歌後 魏如萱的寶貝兒子路易 也很有奶母之風 彩排時跟著她上台 抱著小吉他的模樣 也是架勢十足 他真的很想上台 他在家裡跟我說 媽媽我想上台彈吉他 然後今天彩排的時候 我真的有帶他上去 他不要下來 就怕正式演出時 兒子真的會霸佔舞台 魏如萱笑說 最後沒有讓他上去 還透露路易對他的舞台裝扮 也很有一套資質的審美觀 因為我有一直跟他說 媽媽等一下會變很漂亮 媽媽等一下會變太漂亮 然後就果然 他真的不喜歡 他就說 你不要 然後你喜歡媽媽平常的樣子嗎 他就說對 他不想我穿裙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一次在家裡穿槍中 他就尖叫 然後爆哭 不要 身兼媽咪 歌手 演員 以及主持人的多重身份 魏如萱始終保持活力 充滿熱情 面對每個角色的挑戰 儘管偶爾突賊苦笑不得 還是能用溫暖歌聲 以及魔力笑聲 帶大家一起 Have a nice day 華語流行音樂教父李宗盛 第四度唱進小巨蛋 而且他除了詮釋多首 由他創作的一些經典歌曲之外 也唱出了想念父親的心聲 那麼我們也帶您 從他的一首歌 一首歌當中 看到不同的人生故事 我心流淚 關於愛情的路啊 我們都曾經走過 關於愛情的哭啊 我們也聽得太多 關於我們的事 他們統統都猜錯 關於心中的話 心中的話 只對你一個人說 來了你們 謝謝 上一次在這裡 唱歌給大家 是六年以前 我希望下一次不要再六年 要不然我都七十了 華語流行音樂教父李宗盛 相隔六年 在堵踏上小巨蛋舞台 儘管遭遇征戰無數 演唱會長冠 仍舊難言緊張興起 朋友問我 哎呀大哥加油啊 這個不要緊張啊 其實是有點緊張 這個緊張的這個事情的 導致了一個後果 就是我夢到了費玉清 然後他就用很專注的眼神 看著我 他說小李 我已經瘋麥了 我那些嘴上的絕技 就靠你傳承了 出道超過四十年的李宗盛 以創作製作三百多首歌 發掘題戲的包括周華健 新小琪等多位天王天后 為華語樂壇 產出了大量唱銷金曲 接下來這段李宗盛 曲的名字 比較誇大一點 叫做年年有Hit Song 你們知道什麼叫Hit Song嗎 Hit Hit Song 就是賣了很多大街小巷 都在傳唱的歌 李宗盛不但寫了Hit Song 這段還叫年年有Hit Song 這番話絕非誇大 從陳書華的夢醒時分 到照傳的 我是一隻小小鳥 金子娟挑揚過海來看你 張信哲愛如潮水 夢無味陰天等 李宗盛重新詮釋了1989年到2000年間 每年的代表歌曲 其中也包括了1995年寫給前期 林一連的為你我受冷風吹 他寫了歌 彷彿真把人生都唱了一遍 年少的純真夢想 戀愛的美好與心碎 成家的幸福和妥協 其步入中年後對於生活的感觸 也因而創作出十三部曲 只能原諒 就無法阻擋 恨你在夜裡分牆 是空空蕩蕩 卻汪汪作響 誰在你心裡放冷牆 想得卻不可得 你奈人生何 等你發現時間是賊了 他早已脫光你的選擇 這不只是給自己的歌 跟唱進無數人心裡 每句歌詞都成金句 別過深秋 才發現無人等候 喋喋不休 再也萬不回問首 為何起伏的愛 上一次是誰給的擁抱 在什麼時候 將疊蕩起伏的人生 那些時故我語的哀愁 清唱成歌 山秋被譽為是他十年魔劍的作品 而新寫的舊歌 則是封給已是父親的和解性 一首情節的舊歌 不怕你曉得那個以前的 就是擔心 飛行行進 將有驚喜 等到好聲終於活明白了 來不及我 過程中他幾度哽咽 最後還轉過身 拿下眼鏡視淚 並有感而發地說 一直以來寫歌 都想讓歌迷聽了有夠名 從年輕時寫虛話情愛 到彼此年歲增長 還能夠寫出些讓歌迷 覺得有人了解你的歌 是他繼續創作的原因 走吧 走吧 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 也曾傷心流淚 也曾黯然心碎 這是愛的代價 謝謝你們來 老朋友了 就這些歌了 越唱感情越好 越深好不好 小李還會有更好的歌 在後面 歌坦後輩遵稱他為大哥 但他總愛在演唱會時 自稱為小李 這一晚老朋友們 都像走進了時光隧道 和小李一起回憶年少輕狂的 滾一心跳 那些當愛已成往事後 那個寂寞難耐的夜 都在他的歌聲中得到慰解 我是曾看見 這世界為了人們改變 有的夢寐以求的容顏 是否就算是擁有春天 謝謝啊 A M 跟這就好啦 這個很會寫歌的小李 不用華麗的文造 而是像說故事 聊家常般 將自己悟得的人生道理 內心感受 透過真實又純粹的文字 以及他平穩滄桑的嗓音 緩緩唱給你聽 能讓人輕輕的唱著 淡淡的記著 就算終於忘了 也值了 歡迎回來當掌聲響起 我們繼續來看的是 台語歌后詹雅雯 去年聖誕節 無度登上小巨蛋開唱 他強忍著帕金森市政的不舒服 身體的不適 要給歌名難忘的聖誕禮物 而且也哽咽感謝所有粉絲的力挺 儘管面對生病一度陷入低潮 不過詹雅雯也說 開了這場演唱會之後 他彷彿是找到了重生的力量 直呼還能唱的一天 一定會繼續唱下去 穿上改良師的限定版和服 詹雅雯聖誕節 五度登上小巨蛋 開場就與妹妹詹雅雲 一日花姐妹姿之獻獻唱 送給粉絲當聖誕景喜 誰感啊 不睹楊 鼓勵勇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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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你的聲音 韓唱歌迷 暴雨熱烈的掌聲和尖叫 張亞文努力克服帕金森市政 大氣精神登台 因为病情造成他左脑损伤右脚无力 其实演唱会上他几乎是靠着左脚支撑全身 还开玩笑说自己唱完就拜他了 开场前张亚文景简单吃了点粥和少许酒 帮助代谢和维持体力 现场也有医疗人员随时待命 尽管在后台他其实已经吐了五六次 拉了四次肚子 开场前倒数五分钟 专属麦克风还突然没声音 临时随意拿一支麦克风挡着唱 张亚文一上台还是展现专业演出 打招来一支麦克风 白风驾楼绘弯 情风无嘴参严 万一位路亭亚会唱唱我一支麦 黑路哪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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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真是小巨蛋 咱們是咧 有看到嗎 我愛你 謝謝 天啊 這個時候沒有一個撒嬌 心 撒嬌 我真的要親唱 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真的唱很厲害 絕對沒有對嘴 你懷疑我是放死在那裡唱 我好讓你唱唱 講起話聽來人中氣十俗 還不時幽默逗了粉絲 但其實開唱前兩週 詹雅雯就發現醫生開給她的口水藥 已經無法讓她分泌太多唾液了 正常演唱會得靠喝清酒 保持口內滋潤 我們掌聲鼓勵為這些醫護人員的掌聲 謝謝你們 謝謝 還有我們今天的小巨蛋的演出 謝謝 所有上面的朋友們 樓上的朋友們 分開你們的手 謝謝你們 今天你繼續被姓名 我們真的滿場 滿場不是驕傲的事情 今天是我們重生的日子 強調演唱會不是結束 而是重生 唱了三十年的櫻花姐妹 有歌名現場提議 換成取名台灣姐妹 也獲得詹雅雯大讚 當場決定改名 不是綠花姐妹 我又不喜歡 我請被抓住 我都喜歡 無法讓你 在沈默的為你 慢慢我想你 其實妹妹詹雅瑜 是詹雅雯這次演唱會 很重要的支柱 像是當身上高台演唱 就怕她身體撐不住 妹妹都全程緊接她的手 詹雅雯更透露 事先就安排好妹妹是備案 萬一自己身體狀況 真的亮紅燈 就由妹妹幫她唱完 所以演出前的排列 妹妹都全程參與 今天有一位九十幾歲的阿嬤告訴我 我沒有了 我祝你吃到百日後的 但是 我跟阿嬤說 阿嬤 我百日後還要看著你 我跟阿嬤說 真的我非常感動 就怕你來到這裡的每一位 所有的貴賓 無分大小孩 無分好夜生 你們是我們最大最大 愛感恩貴賓 感恩感謝 謝謝 抱著一顆感恩的心開唱 詹雅雯也坦言 其實聽到不少酸言 質疑她開演唱會的動機 為了賺錢 什麼都可以做 但她感性表示 都是為了所有粉絲 因為歌迷的一張票 能成全她去成全弱勢家庭的孩子 感謝每一位曾經愛她的人 家賓請來好友 荒山亮與陳子虹 組成洪亮兄弟 一個負責口旗 一個彈吉他 炒熱氣氛 以讓詹雅雯能有充裕時間 休息換衣服 去年的嘉賓 衛福部長陳時中 今年則是自掏腰包購票支持 各界友人及歌迷都來力挺 詹雅雯也一口氣唱了50首歌 讓大家盡情的聽好聽滿 她也說開了這場演唱會後 要更努力活著 還向粉絲許諾 可以唱的一天 絕對繼續唱下去 真的很厲害 正在跟趴金森時政苦戰的詹雅雯 還是站上了舞台開場 她接受專訪談言 也曾經擔心害怕自己的身體 到底能不能夠負荷 但因為自己走過發病初期的黑暗 一度把自己關起來 到後來轉面正向面對 她表示真的很希望能夠 藉此鼓勵所有的病友 不要躲起來 要一起走出來 在我生病了以後 我為什麼還要開這場演唱會 我是真的 只是 想要告訴大家 一個病人絕對不是躲起來 你絕對是走出來 眼前的詹雅雯 整個人瘦了一大圈 掉了至少十公斤的她 震撼帕金森時政苦戰 左腦中度萎縮 要站上大舞台 她當然也害怕過 我考慮了很久 我真的不敢開演唱會 因為我不曉得我站上去 多久就會跌下來 我不曉得我能撐多久 我每天的電力 如果大家都十分 起床是十分 我在檢驗當中 在醫院的檢測當中 我一起床的能量才四分 你怎麼讓我撐到天黑啊 讓詹雅雯轉念的是希望兩個字 她希望透過演唱會 鼓勵自己 跟鼓勵所有病友 勇敢走出來 享受生命當下 其實早在去年小巨蛋開唱 詹雅雯就發現身體有異狀 頻繁嘔吐 膠指甲也全掉光 碰到什麼就受傷 但她硬是等到忙完 感恩志工團才就醫 沒想到事情比想像還嚴重 免疫系統已經受到影響 最重要的代謝功能 甲中線已經拿掉了 當你的代謝功能沒有的時候 頭部又影響了你的腸根胃的時候 你等同你就是吃什麼你吐什麼 然後而且 你沒辦法去乳動吸收湯 你也沒有辦法自己排便 你都要吃藥 從今而後你只能用藥 來讓你的生活舒服一點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夠做你想做的事 你快樂就好 你趕快去做 就好像讓我覺得 我得了比決勝更決勝的恐怖 她說這個是全世界沒有要義的 這讓一向充滿正能量 詹雅雯也一度把自己關起來 在我發病到現在這段期間 我其實 前一個月我是非常黑暗的 然後讓自己都躲在家裡 然後也不開窗 也不出門 因為吃了就吐 所以我乾脆我就不吃了 你真的是會 吐到昏厥的那種 身心靈都飽受折磨 還好詹雅雯沒有被輕易擊倒 她開始學著努力讓自己轉念 一改以往的低調作風 透過鏡頭直播與粉絲互動 是誰送給我那片小小的花蕊 贏在我的心扉 與妹妹詹雅雯合體現唱 重溫昔日櫻花姐妹的美好和聲 還開放粉絲點歌 詹雅雯盡可能的打起精神 隔空與廣大粉絲相互陪伴 我的公開最主要不是要博得大家的 的目光 我想要說的是 我們一起逃開吧 是為什麼 我覺得不好的事情 來到一個正能量的人身上 不好的話語 她會自己躲開 她會自己躲開 甚至會化成更正向的養分給你 那譬如說有人說 雅雯你怎麼生病了以後變得更活潑了 你開始開始播了 你是不是假生病了 我說我好感恩你們 如果我真的是假的生病 那是聖誕老公公給我最好的禮物 上天給我最大的恩典 身體正扛著一般人難以想像的病痛 但詹雅雯今年還是發行了新專輯 還包辦多首詞曲創作 其實這也是她為了家人的一番工心 說到家人 才讓她發現原來自己還是擁有滿滿的愛 我媽媽既然在這次來看我 抱著我說 我的寶貝 重點是我的爸爸 我這一輩子沒有被我爸爸 講過溫暖的話 我爸爸這次就自動的自己來抱著我 講了一句 你要保重 你已經很厲害了 你要保重 這句話解開了我 一輩子的心結 解開了心結 也抱著正向的心態 面對身體的轉變 但詹雅雯不會言 其實已經做好隨時離開的心理準備 她都交代好後事 還簽了放棄急救 與器官捐贈同一書 不要比爸爸媽媽更早走 這是我一直用努力的方向 兩句話道盡內心最深切的恳求 詹雅雯過去熱衷公益 有菩薩天后之稱 現代家人和粉絲也紛紛集氣 希望菩薩天后能受菩薩眷顧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當掌心想起 希望我們的節目您會喜歡 我是秦玲謙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字幕 一山五下一整年 好运到 祝大家2022 男生威风像 猫 女生可爱像老虎 在新年一年 记得要跟你爱的人 每天都要分身 爱老虎有